这两年来 每逢星期四的傍晚七点半 他都会来这里上课 今天同学们正在上的课是 二十世纪马来西亚的儒家 陈素欣说 自两年前接触了人文课程之后 他的见闻开阔了 而参与这类的课程 也让他有了一个学习成长的空间 第一堂课是开国际史诗 这样就觉得跟我们可能有关系 然后原来你一上课 原来你很多东西是不懂的 然后你就很有兴趣 然后接下来可能再开一些媒体 原来媒体有很多东西 是我们表面上很看的东西 是很表面的 很多东西是我们不懂的 何乃琳和陈素欣 一样是人文图书馆的会员 何乃琳是一名律师 她说一个国家的进步 科学的发展固然重要 但是人文素质也是不可忽略的 单单讲科学的话 没有人文的素质 那种质量 所以这方面 特别是马来西亚特别少 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鼓励 我从开始她的她举办 第一次到现在 总共她应该是十次 我没有迷失 马来亚其实按照中国的教育 纪念的是中国的成果 不见到1953年 已经开始有一些 曾经在大学和学院执教的 郑文泉是这个人文课程系列的 指导老师之一 她说跟她在大学 学院的学生相比 这些成年学生比较勇于提出意见 表达想法 这不但增加了学生和老师之间互动的关系 更能激发出更多的讨论空间 人文课程是人文图书馆的 重点人文活动之一 从2006年开设至今 已经开办了十个系列的课程 从国际事务 环境论理学 媒体 中国近代史 儒家思想 到马来西亚的司法等等课题 每一个系列一共有十二个课程 主要是开放给会员参与 每个星期一次 每次两个小时 我们不是静静地等着人来接触 我们也办读书会 我们也办读书会 我们也办课程 我们也办讲座 就是我们也把会员拉过 把这个人带到图书馆来 廖国华是人文图书馆理士 也是人文课程的策划人之一 他说他们希望透过各种人文活动 培养出对社会多一份人文关怀的群众 其实我们的整个理念 不是当然是图书馆 我们的理念是要成立一个人文空间 人文空间 然后图书馆是我们的平台 让我们在这里推动这个人文的工作 人文图书馆是由雪龙陈氏书院和雪龙李华同学会联合设立 2003年9月正式开放给公众而是 该图书馆一个星期一共开放四天 即是星期四和星期五的下午两点到七点 星期六下午两点到晚上九点 以及星期天的早上十点到下午五点 他每年所征收的会员费是20令吉 学生则是10令吉 到现在为止我们是登记的会员 就活跃不活跃 包括在内大概是100多到200之间 因为流动性也是有一些很高 有一些学生就他们留学完了就回去 负责图书馆的点书 分类 编书号 书籍采购等等工作的梁立斯说 我国的读书风气不高 再加上喜欢阅读这类书籍的人们 更是少之又少 导致会员不多 所以这五年来图书馆都面对 入不敷出的困境 因为这些书都是比较冷门 有时你真的是这里的图书馆 我这里的书店都没有 我们特地通过朋友从外面买进来 这些书的费用 就是买书的费用会很高 人文图书馆的藏书 主要是以人文书籍为主 包括文学 哲学 历史 社会学 政治和艺术等等 目前大约有六千本书籍 人文图书馆的藏书来源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图书馆理事会购买新书 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公众人士或一些团体的新旧书捐赠 陈凯书是城市书院的执行秘书 也是人文图书馆的理事之一 他说现在图书馆的藏书主要是以华文书籍为主 未来他们也会添购其他语言的书籍 希望吸引其他同胞前来这里阅读 带动整个社区的阅读风气 我希望国家图书馆也可以把我们的人文图书馆 是属于一个服装的领养单位 希望他们可以提供一些硬体的设备 或者是软体上的一个资源 那么我们这里也可以开放更多的各种语文的书籍 华市人文图书馆虽然这里只有一间小教室和一间藏书室 然而他却为人们构筑了一个书香四溢 和多姿多彩的人文活动空间 提供了一个可以远离城市繁销的幽景地方 让人们可以尽私 阅读 讨论和学习 但愿更多的民众能够走入人文图书馆 共同铸造一个充满人文气息的原地 前线视窗 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